嗨! 想要跟我去闯关吗? 这里有一张集装卡要给你,拿好啦! 待会,如果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或问题,要请你帮忙喔! 闯关通过,就可以盖一个印装在上面,只要挤满四个装,就过关啦! 解决问题,成为闯关王! 准备好了吗? 带着你的集装卡跟猫咪点亮去玩手! 1,2,1,2,3,4! 猫咪点亮,猫咪点亮! 猫猫喜欢玩餐蜜,小米总是小咪咪,点点总是最仔细, 凉凉小咪玩人蜜! 猫猫小米点点亮亮,猫猫小米点点亮亮! 好怕牛们在一起,游戏场关真有趣! 猫猫猫,你请我帮你买的早餐来咯! 猫猫,你请我帮你买的早餐来咯! 小米,有你真好! 谢谢你帮我买早餐! 还好,有你的帮忙! 不然我就要饿肚子咯! 不客气啦! 光是有闻蛋,就觉得好香喔! 一定很好吃! 对啊,超好吃的! 所以我很常买这一家的早餐! 那我要开动咯! 哦,好啊! 小蜜,你怎么一直看着我啊? 我脸上有东西吗? 呃,没有! 那你也赶快去吃早餐吧! 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 哦,好喔! 真是尴尬! 猫猫一直没有给我早餐钱耶! 我该怎么做呢? 一,鼓起勇气,提醒他 委托别人买东西,要主动还钱 还是二,什么都不说 看他记不记得 嗯,好吧! 那我决定,还是鼓起勇气,提醒嬷嬷好了 嗯,小蜜,你怎么还不去吃早餐呢? 呃,那个... 早餐的钱要记得给我! 哦! 哦,对哦!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我都忘记,我都忘记要还你钱了! 哈哈哈哈 小蜜,我不是故意不给你钱的哦! 因为这个早餐实在是太香太好吃了! 害我都忘记这回事了! 哈哈哈哈 没关系啦,萌萌,下次记得主动一点 不然跟别人开口说要还钱 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耶 下次一定记得 嗯 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嗯 明天再还你了 你说得哦 嗯 谢谢大家的帮忙 也恭喜大家过关 可以盖章咯 解决问题成为闯关王 我们可以去下一关咯 带着你的集张卡 跟Mommy点亮去玩耍 汉堡35元 荷包蛋10元 鲜奶40元 这样总够 总够 Mommy 你在算钱哦 对啊 上回我请小蜜帮我买早餐 结果我忘记给她钱了啦 下次遇到小蜜 记得要主动一点 赶快把钱还给人家 我知道了啦 但是你可以帮我 帮你还钱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一下啦 我是要请你帮我 看看桌上这些钱 应该要怎么拿 要拿几个给小蜜才对 哦 早说嘛 这个我可以帮忙 那你总共要还小蜜多少钱呢 汉堡35元 荷包蛋10元 鲜奶40元 这样总共要多少钱啊 好算的 可以先凑在一起 鲜奶40元 再加上荷包蛋10元 40加10等于 50 对 然后50再加上汉堡35 50加35等于 50加35 60 70 80 85元 没错 85元 我们可以先把它分成 各位数和十位数来看 各位数就是最右边的这个5 十位数就是左边这个8 其实也就是80和5的意思 所以你需要拿8个10元 和5个1元 这样就对了 哦 原来要分成各位数跟十位数来看啊 85 85 所以我要拿8个10元 和5个1元 好 但是这样要带那么多的钱币 很重耶 别担心 你有一个50元啊 你可以把5个10元 换成一个50元 然后5个1元 也可以换成一个5元 这样总共也是85元 而且这样就可以用最少的钱币数量哦 太好了 谢谢亮亮 这样我就不用带一大堆钱币去还小蜜了 哈哈哈 但 某某 你的早餐会不会吃太多了 花了不少钱耶 我吃的和小蜜笔才不算多了 哈哈哈 我相信 算术达人出题考考大家 如果某某要还小蜜32元的话 应该要拿几个10元和几个1元呢 上面哪一个才对 十位数是3元 个位数是3 个位数是2 32 32 就是30和2 所以应该要选 对 选1 嗯 答对了 十位数是3 个位数是2 所以要拿三个10元和两个1元 嘿嘿 另外一个选项是两个10元和三个1元 应该是23元才对哦 嗯 大家都没有被考倒 不错哦 那你知道 如果你没有零钱 只有一张100元的话 小蜜要找你多少钱呢 啊 嗯 我不知道耶 嘿嘿嘿嘿 下次再教你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恭喜大家过关 可以盖章咯 解决问题 成为闯关王 哈哈哈哈 耶 我们可以去下一关咯 带着你的集装卡跟mommy点亮去玩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STAND UP 起立 你怎么还坐着呢 STAND UP 一起动一动咯 哈哈哈 身身身懒腰 一二一二 扭扭你的腰 一二一二 原地小跑步 开身上缓 开心去散步 Target 哈哈哈哈 哈哈 嘿嘿嘿嘿嘿 下一条 打巴 denke 今天有幫默默買早餐 我自己也買了三份 我把它通通吃光 吃得好飽喔 小蜜 你還好嗎 我很好啊 只是剛剛吃很多早餐 現在一直打嗝 一直打嗝 那你是吃了哪些東西啊 我有特別算了一下 我吃了三份漢堡 又喝了一杯大杯的汽水 你怎麼會喝汽水 這麼不營養的東西當早餐呢 而且你吃那麼多hamburgers 漢堡格 我吃了漢堡確實會打嗝 不是漢堡格啦 是英文hamburgers 漢堡 漢堡 可是我剛剛吃完真的有打嗝耶 那一定是因為你又喝了soda 手打 我的手沒有打過任何東西啊 soda是汽水的意思啦 soda 汽水 soda 原來是這樣 可能是因為汽水裡面有氣的關係 就容易打嗝 是啊 不過早上喝汽水太不健康了 現在來點天然的 像是juice 就是 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 juice 果汁 juice 原來 就是 juice 果汁 然後再配一份sandwich 剛剛好 三的委屈 啊 三有什麼委屈啊 沒有啦 sandwich 三明治 sandwich 只吃一份sandwich 和一杯juice 這樣吃得飽嗎 啊 我覺得我還是得吃三份漢堡格才會飽 吃hamburger 漢堡 小蜜 你吃三份漢堡真的太多了 沒有啦 漢堡沒有很大啊 那是多大 喔 這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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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wich 三明治 sandwich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早餐的英文吗 汉堡吃太多就打嗝 汉堡的英文是 一、hamburger 还是二、sandwich 汉堡格 我知道了 大家知道吗 答对了 答案是一 我也知道另外一个 三的委屈 sandwich 是三明治才对 还有早上可以喝果汁 另外一个选项 soda是汽水 早上还是喝juice比较好 喝soda不健康啦 恭喜大家过关 可以盖章咯 解决问题成为闯关王 我们可以去下一关咯 带着你的机张卡和Mommy点亮去玩耍 哈哈哈哈哈哈 哦 肚子好饿 睡不着 小蜜 你怎么还不去睡觉 不是我不去睡觉 是我肚子饿得睡不着啦 我现在就想去吃三份早餐 啊 这么晚了 不适合吃那么多 那你要不要去看一点睡前故事书呢 哦 我刚刚有在房间开了小灯看书 但是肚子越来越饿 眼睛也越看越花 好不舒服 虽然看书可以增加知识 但是灯光暗暗的对眼睛就不太好了 哦 有什么可以帮助入睡的办法啊 大家一起来想想看 哦 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呢 一 吃得超级饱 还是二 躺在床上来数数 啊 吃得超级饱不好吗 哪一个才对呢 如果吃得超级饱就直接睡觉 这样肚子会瘦不了 那我们可以来数数 看是要数几只羊 还是要数几颗星星都可以哦 我知道了 那我就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数星星 看数到几颗会睡着 哈哈哈 我猜 一百颗 会不会数到一百还没睡着啊 哈哈哈 那就再数一遍啊 看你要数几遍都行 哈哈哈 可是我肚子还是很饿 怎么办啊 可以喝一杯热牛奶啊 妈妈说这样也很好入睡哦 哎哟 早说嘛 那我就先喝杯牛奶 再去数星星准备睡觉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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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的天空 美丽的天空 天空里面到底有什么 太阳和月亮 把云后微风 还有高高的山峰 你知不知道 大大的天空 我最爱的是什么 就是一扇一扇的小星星 照亮着天眼空 左边叔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右边叔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左边九可 右边九可 总共多少呢 总共快乐九九 左边叔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右边叔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左边九可 右边九可 总共多少呢 总共快乐九九 谢谢大家的帮忙 也恭喜大家过关 可以盖章哦 哇 猫咪点亮四个章都搜集完成了 你们真是闯关王 猫咪点亮猫咪点亮 今天大家都有帮忙选出正确的答案 谢谢你们 还答起我亮亮出的考验 不错哦 还有片天的问题也答对了 大家都超厉害的 今天和好朋友们一起闯关 真是太棒了 解决问题成为闯关王 下次还要一起来哦 带着你的鸡肠塔和摩咪点亮去玩耍 看到这里包 糟糕 这可能会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